拉近头腰带您直击位于在深圳的VR志乐部 中国新创公司跟当地还有台湾的业者合作 在深圳的科技园区这边打造了全中国第一座的VR志乐部 以宏达电Vive的穿戴装置为主轴 发展出游戏相关的设备 在深圳的威神科技大楼一楼总部可以看到有个VR志乐部 里头全部都是Vive的相关应用 而一进门我们就看到像这样子的叫做是传输之门 接下来思雨只要独家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海洋世界 我现在按了这个遥控器以后她眼睛就会扎 好像是我碰到她一样的感觉 不仅可以透过摇杆与深海水母近距离互动 甚至还有大鲸鱼从你身旁经过 就好像能够亲手摸到一样 这间VR体验区是一家中国新创科技公司 集结当地厂商软硬体共同打造的基地 坐在赛春以上玩VR游戏已经不稀奇 像现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像是太空舱的游戏空间 哈喽 你好 你好 欢迎体验 好 谢谢 好 看前面 天啊 好可怕 感觉我要撞到那个房子了 天啊 我觉得这个比做实际的飞车还可怕 坐在模拟云霄飞车的座椅上 震撼晃动的效果真的让人有飞上天的错觉 除了游戏内容和VR头盔之外 所有硬体建设全都来自于中国厂商 这是这一座白色太空舱 集结至少五家新创公司的创意 而整间体验区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 看我这一身酷炫的装备 据说也是宏达电动市场王雪红 非常想要尝试的这一款游戏 马上思雨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玩玩看 我现在只要身体往前傾 就会走路了 我的地板会动 好像我正在搭船一样 从2016年8月份开始规划 10月份建制完成 中国新创公司与当地政府携手 在这80平大的空间 砸下数百万人民币 接下来预计4月份 要在北京开设第二家分店 在深圳这样一个地方来说 从制造业上来看 硬件制造业 它本身的配套就非常成熟 那么在内容方面上来说 我们做的匹配度跟跟进的程度也做得好 我们本身俱乐部 它的功能除了说做体验更多以外 我们也会关注到行业的变化 我们会投资一些产品 一些公司 其实我们有类似于像孵化器的功能 结合在地新创资源 同时也和台湾欧美合作 因为根据中国VR服务商VRZinc预估 未来三到五年 中国VR和AR产值上看3000亿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1.3兆元 惊人的商机让软硬体业者 都想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林思宇 张浩浦 中国深圳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这个话